第一个将工作表内的资料 字典工作表内的资料 从一栏改成两栏 首先第一个你要把A1 框到它最尾巴的地方 A1框到A184 把它框起来 框起来以后点复制纽 复制纽完了以后 我们开始程式级 Megosoft Office 请你把Word打开来 Word打开 Word打开以后 请你选编辑的贴上 编辑的贴上 让它把资料贴上来 把资料贴上来 贴好以后 我们在表格里面 任何一个地方点一下以后 选表格 转换 将表格转成文字 点这个表格转为文字 点下去 然后我们要做的是段落符号 然后确定 然后让它变成什么 段落 段落完以后 然后我们再把它干嘛 整个把所有资料 整个干嘛 框起来 你要把它整个资料框起来 整个资料框起来 整个资料框起来以后 所以你要把它设两栏 然后针对的是段落 针对段落 好了以后 我们只这样确定 它就要帮你转成两栏 转成两栏 转好以后 我们再把整个表格 表格 选取表格 把整个表格选起来以后 按复制纽 按复制纽 复制纽完以后 回到Excel 回到Excel 请你把A1 刚刚我们框的范围 按第一条键 先清掉 清掉 清掉以后 在A1储存格点一下以后 选贴上 把资料贴过来 贴过来 那这时候就会有了 就会贴 把资料贴过来了 有没有 把资料贴过来 贴过来 贴过来以后 它要求你 第一栏的资料 第一栏 第一栏的资料 我们请你设什么 设所谓的珊瑚红 所以我们把第一栏的框起来 第一栏 你就把它框起来 框起来要选 字的颜色 你就自己去挑 珊瑚红 这边去找 看哪一个是属于珊瑚红的 那一般来讲是在第六列第六栏 123456 他会跟你讲一个 第六栏 所以我这边给他选 格式储存格 字形 第六列第六格 这一个 珊瑚红 珊瑚红 然后按确定 然后来字要出体 字要出体 出体的字 就可以了